你是說我講話的聲音嗎 問我不要問我 小虎咖啡 有有廠商啊 對對對 卡羅拉克羅斯不錯啊 欸你想想看吼 我跟你講啦 任何的車型車子是這樣 你看Focus 弄一個挖弓 賣爆對不對 然後Artist出這麼久了 弄個旅行車 賣爆 Artist出那麼久 卡羅拉出那麼久了 弄個Close over 賣爆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有一些東西 你明明覺得就是會賺錢 他們就是不弄 反正對阿 我是不理解啦 不過那個一聽就知道 賣爆的車子 他沒什麼好講 話題性十足啊 沒有啦 我跟你講啦 我覺得 這是這樣啊 Toyota基本上 Toyota基本上就是已經有一定的品牌水準了 那有一定品牌水準跟支持者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稍微做一些改變 那大家都一定會買單的 豆菜底的Wish可以買嗎 其實喔 我跟大家分享喔 其實計程車不是不能買 我坦白話講 其實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也賣過計程車 改回自用車的 可是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以前的問題是出債 他計程車改回賣你 他不告訴你嘛 這樣才有這個利潤嘛 可是我覺得在告知的情況之下 然後用計程車的價格賣給你 那他車況好我覺得也是沒有問題 RS3跟S5開起來比較如何 差多了 一個是公路殺手 一個是山路殺手 S5的軸距太長了 那是一個GT房車 所以那個 他就是適合長途的使用 尋航 VOVO的維修保管會很燒錢嗎 其實這個問題很多觀眾朋友有問過我 就是說 很多人會問我說 小事哥那個BMW會不會很難照顧 那小事哥VOVO保管會不會很貴 可是我覺得其實 我們用他的賣價來想 其實他一定就是比較貴 其實有時候你不知道車好不好養 或者是他的零件貴不貴 其實你看他售價你就知道 基本上VOVO的售價 那你覺得大概介於BMW 左右 賓士之下一點點 那他的價格可能就會 維修的價格可能就會 跟BMW可能比較差不多 GOLF跟A3我比較喜歡哪一台 我喜歡 你以下心形的 坦白說我喜歡GOLF 因為 A3我發現很多 設計相關的人在開 其實有很多 賣那個奧迪的客戶啊 很多都是跟設計美學有相關的客戶 他們很喜歡買奧迪的車子 因為他們覺得那個 設計感很有設計感 其實我覺得奧迪跟福斯啊 有一點類似於以前的這個 馬自達跟福特 大家有沒有覺得 就馬自達是講的比較 DETAIL比較細節的部分 然後那個福特就稍微比較大啦啦 可是也不是說他做的不好 他配備也是給的不錯 所以你現在在對比成奧迪跟福斯 我覺得有一點點這種感覺 就是他們設定的這個 課程的層級是不太一樣 那GOLF我覺得 雖然他稍微狂放一點 粗糙一點點 可是他會變成說他比較平易近人 然後比較好改啦 然後比較有一種年輕的感覺 我是這樣覺得啦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所以你比起我 其實我會覺得 傾向於GOLF多一點 車子賣給中午車行 鑰匙跟證件銀本都交給車行了 交車三週後 車行人未過戶 有什麼原因 啊這個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再跟大家講一次好不好 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你車子賣給中午車行啊 不過戶有幾個 第一個他們通常都會習慣性的說 通常我們都等我賣掉之後 我這樣把你過戶就好了啦 要不然我們多過一手 價錢也影響怎麼樣 我跟你收很高了啊 可不可以讓我賣掉再過戶啦 一個月的時間 兩個月的時間 三個月的時間 那其實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你如果一過戶回車行 再賣出去 過出去 你就必須繳稅金 這個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你過回再過出 你就有一個進跟出的紀錄 那你就必須繳稅金嘛 營業稅啊等等的 假設他是有像我們這樣 正常有在開發票的一個車行的話 那第二個是說 不太想負責任 以前有一些案例是這樣 A把車賣給我 我賣給B 那我沒有過戶 所以在監理站裡面的資料 就會變成 A直接過戶給B 對不對 那當我賣給B這個問題 他回來客訴 比如說我調了錶 他說欸小師你賣我的車 不准 錶不准 我說喔 不好意思 在法律上面我是仲介 我是幫A賣給B的 所以你去找他 那純正信函就寄來了喔 這個是有實力的 這個就是有我 幾年以前有聽過這樣子的案子 我調錶以後賣給他 結果他回來找我不甩他 我都不甩他 畢而不見 電話不接都不甩他 他純正信函 他就去監理站查嘛 查到上一手是誰對不對 直接 純正信函寄給上一任車主 那我上了法院說 喔 我的仲介 李承這樣 我也不知道怎麼會變這樣 我不知道我拿到的時候 李承就這樣 那就變一個模糊帳了嘛 你變成A 車主你要一直去想辦法舉證說 你賣給他的時候 李承數是沒條的 那就會變一個模糊帳 大概就是一種 規避責任跟規避稅金啦 只是說這樣對於車主 你像我們通常 如果你們有去看小事很多去收車的影片 其實我們就是馬上就過戶了 只要給我們半個工作天的時間 我們就會把它過戶掉了 像我禮拜六 欸禮拜五是不是 去高雄嘛 對不對我們收了車回來 因為回來那天 高雄回來已經十點半了 那我們禮拜一 前兩天 一上班時間 我們就馬上完成過戶 匯款 當天就完成 當天就完成 50萬現金的選擇 EVOKE 跟CX3 欸這EVOKE我沒賣過 一個貸款要繳五年 一個快要付清要如何選 VICK我覺得這要看你的 用車的方向跟目標是什麼 你買這台車的目的是什麼 很多人也問我到這個問題 他的錢他購買一台國產車 很新的國產車 或是新車好了 然後呢 他可以去買BMW中股 可能只要帶一點點的 可能是五年車三年車 那問我說小師哥 那我要選哪一個 好其實這沒有一定的答案 你喜歡哪個東西 還有你買這台車 你未來你希望這台車 帶給你什麼東西 那你就買他就對了 PREVIA 2.4 3.5 稅金跟車價兼蓋怎麼選 來這個我跟大家講 這也常會遇到 以中股車來講 2.4的PREVIA 跟3.5的PREVIA 價錢差不多 甚至有時候3.5還更便宜 因為稅金的關係 那你如果 如果你的 當然還首要要看你使用度 你的使用的里程數 如果不高的話 小師非常建議你要買3.5 因為3.5的所有的配備 都是最高等級 然後他的折價相對這麼高了 新車貴這麼多 到了二手車價 竟然跟2.4差不多 那他就是因為台灣人 很討厭那個稅金 他們覺得一個月多付 一年多付那個1萬多塊 是很貴 很吃不消的一件事 所以當然首要你要先看看 你的經濟狀況是可以的 那你如果一年使用的里程 不會高於2萬 那我還蠻建議 你可以去享受這種高折價 因為他高馬力嘛 對不對然後高配備嘛 雖然油耗也會稍高 但是我覺得油耗倒不是最大的差異 其實油耗差異性不大 主要會在稅金 那馬力又增加 那你如果覺得你可以支付得起的話 我個人是會選3.5的 因為那開起來真的差很多 零氣Focus開一段時間熱車後 關掉引擎再重新啟動引擎 再重新啟動引擎 轉速會掉下來 涼電池燈有時會熄火 節流伐胸 你可以可能要 可能要看一下 一個是發電機 一個是你的 節氣門喔 節氣門 車子就換星 折5萬 報廢還有報廢錢可以領 冷門車業務報廢 想車我拆上零件會有什麼影響嗎 來主要齁 你的車子報廢 這順便跟大家分享 欸 這個剛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新聞 剛好有搭到 一般車子報廢 基本上你只要鋁圈跟 觸媒 其他的東西其實對車價 沒有太大的影響 好 不太有影響 他們主要就是鋁圈跟觸媒 好 那當然你 你只要你拆的不是太誇張的狀況 你把車內裝都拆空了 狀況之下 基本上你拆幾樣東西不太有影響 你已經在變速箱在 你拆一些零件 是我覺得不太有影響 你只要讓它能拖走 然後有鋁圈有觸媒 基本上 價格的差異不大 99的雅歌車控正常估價 99雅歌現在應該都 比那個政府救換新的補助 都還要來的低了 二手車的貸款 怎麼抓乘數 有一點難抓齁 你就是依照權威下去做參考就可以 那你們如果拿不到權威的話 一般是車價 中古車賣價的八成至九成 1718奧連的4WD 我上次好像賣一台六十幾萬吧 應該是六十幾萬吧 因為我只賣過一台新款的奧 奧蘭德而已 訂一部artist領牌車看完後 付訂金三萬 因為沒有買 訂金吃掉兩萬五 這是正常的嗎 不正常啊 欸 是新車公司嗎 還是二手車商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跟大家講齁 你簽合約 其實合約 如果合約上面通常都會註記說 你無故反悔的話 訂金是全額沒收的 那合約上應該都有這一點 所以大家在簽合約之前 一定要注意說 你是不是很確定你要買 你一定要注意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大家也不要忘記齁 你們去簽合約 其實合約是有審閱期的 至少要兩天以上 所以如果說你是在兩天以內有反悔的話 那你就要好好利用審閱期這一點 為出發點齁 來主張要回自己的訂金這樣 可是我還是希望大家就是說 你真的想清楚你在買車啦 因為我站在車行的立場 我如果遇到每個人 因為像小隻有時候車賣的快 大家來嗎 那不管三七二十七先訂在獎 真的敢買來啊 你知道嗎 通常我們還是會一直跟客戶講 你要想清楚 你要考慮清楚 有的 比如說我講實在 有的老公來買了 回去老婆不喜歡 然後回來說 我老婆不喜歡 抱歉小隻哥抱歉 回去我家人反對什麼 回去說我怎樣我怎樣 其實 當然我們是不會坦白說 我不能再公開場合說 我們不收人家訂金 可是我是希望這種事 最好是不要發生 要不然這樣會 當悟到其他想買這一台車的人的權益 所以我們都會很希望說 客戶你是真的要買了 你確定了 我們也不會逼你買 真的 你要回家考慮都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衝動購買 好不好 全部的賣東西的人都希望 顧客衝動購買 只有我 我希望大家買車 不要衝動購買 考慮清楚再買 好不好 BMW的油電是否問題很多 坦白說 我目前還沒有打算去 觸碰到 雙B的油電這一塊 因為目前我覺得 我整個觀察起來 油電我唯一還是只有 Lasus跟Toyota敢碰而已 那至於二手車商都這樣想了 那你們自己覺得能不能碰 你們就自己去考慮 06年但跑33萬 值得入手當代步車嗎 哇這個問題有點困難 許惟說 神A06年跑33萬公里 那我覺得 一句話 你還是得看他這33萬公里 是有照顧的33萬 還是沒有照顧的33萬 是他已經整理過一輪 才交給你的33萬 還是他開33萬都沒有整理過 交給你 那基本上你回來 還有最重重點是 他賣你多少錢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都會影響到你 你能你 191跟161如何取捨 沒有啊 這個看自己喜歡啊 這個同場白的兄弟 你喜歡姐姐還是喜歡妹妹 你就自己喜歡就 哪一個就處理了 沒有啦 我覺得買新車不要買中股車也OK 我講真的 有錢買新車沒有人要買中股車啦 歐公斤捏 這東西都這樣 你有錢買新房子 你不會去買舊房子 對不對 你錢多到 買個車而已嘛 一百萬啊什麼 九牛一毛嘛 對不對 我絕對都沒有關係 只是我們不是在鼓吹大家來買中股 而是假設你真的沒那麼多錢 你想買中股車的情況之下 那你要注意哪些事情 好不好 我們沒有在鼓吹說 啊 別買新的啦 都買中股的啦 欸啊 新的賣好啦 折舊 喔你看大家都折舊那麼多 你看喔 嚇死人喔 新車買回來 還要給他塗膜 還停車還要看 還要給他保險保全嫌 什麼嫌 切到嫌 嚇到嫌去 啊被人家畫一道線 啊 好心疼喔 女朋友門一打開 還敲到旁邊孔 啊幹 又不能嘛 有沒有 對不對 我們沒有在講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 在洗你說 啊你就是要來買中股車 沒有 真的沒有 車子貸款八年是不是很瘋 有一點 呵呵呵呵 幹 欸房子 也才十五二十年 我覺得車子八年是有點硬啦 我想是 欸八年很久欸 小孩子上小學了呢 欸 我是覺得你要買一台車 要帶到八年 我真的是覺得 對我來講我是有點痛苦 我不想讓自己痛苦 我是屬於那種 那速戰速決 我個性是比較直接 就速戰速決 然後PC二手車商頭菇 比自售低很多 因為 他的 風險比較高 他的那個 賣的速度比較 慢 就是你貨物進來 你要放的比較 擺放時間比較久 然後你再加PC 你的PUESC如果 條件不是很正確 比如說一些 阿里亞渣的顏色 IRAIN的顏色啊 沒有IRAIN什麼色都有 一些奇奇怪怪的顏色 更慘 啊里程度如果很高 或者是還要冒著 大電池會壞掉的風險 所以通常 二手車商如果遇到 有電車 你還沒換過電池 通常都會把電池的 預算 先扣掉 因為我不知道我會不會遇到 90 90年的瑞斯里程數才三萬喔 欸這個不能報廢啊 經典車欸 才跑三萬怎麼可以報廢 瑞斯捏 什麼顏色 車子最好賣 目前是白色啊 GOF PLUS有什麼通病嗎 啊GOF的通病 通常都是那個啊 環保器啊 還有渦輪啊 或者是 變速箱啊 大概就是這樣啊 沾到鳥屎 請一定記得 盡快清洗 因為非常的毒 好不好 你漆會被咬掉 LX470更加有興趣 LX470喔 因為他數量比較少 那比起 LASUS的 LX460呢 在台灣的數量又來得更少 所以 470可能 價格 零件單價會高一些 可是因為 470我記得 當時在美國賣得不錯 那如果有一些貿易商 有在進這個 美規的一些零件進來 也許會蠻好照顧的 那因為470我還沒有賣過 所以我還不敢跟你說 到底他的價格 有沒有跟460之類的 差不多 18年的artist白色豪華版 4萬 55萬人入手嗎 我算一下喔 17 18 欸可以啊差不多啊 他賣 他賣車商應該賣不到啦 溫州 啊車行在賣 我在猜 也是差不多這個價錢 所以沒有特別便宜啦 也沒有特別貴 好不好 舊款SX4很棒啊 我超喜歡舊款SX4 又便宜又耐用 氣囊又多 6顆 很好的家庭用的房車 Premio冷氣壞了壓縮機 會建議副廠還原廠 Premio 要看你要 還想開多久 你覺得他還可以撐多久 你如果覺得他還可以撐得滿久 你還打算開他滿久 你就要換正常 好不好 小師哥 頭髮為什麼不剪短 因為 這個頭髮可能是我這一輩子 最後一次 可以留長 因為之後就禿頭了 其實我已經禿頭了 有沒有 我老婆也不讓我留啊 可是我跟他說 這應該是我這輩子 最後一次 能夠最接近暮春拖載的一次 哈哈哈哈哈哈 是這樣嗎 不是 好吧 Sandra問說 女用車有沒有推薦哪台CP值高的 女用車非常的簡單 手要低一點 你只要看他的外觀 你覺得好喜歡喔 那就對了 真的啦 真的啦 我跟你講CP值絕對比不上 自己愛自己喜歡 對不對 你交一個男朋友還是女朋友 你不能講CP值 對不對 你只能講什麼 愛不愛 所以我覺得車 是一樣的東西 齁 你要買一台車 你要首先手要 你要喜歡他的外觀跟內在 那只是說 當然有一些 呃 有一些人啊 他會想說小四哥 我對車真的是 沒什麼感覺 他就是 不要讓我淋到雨 齁 然後A點到B點 對不對 然後好照顧 沒問題 有冷氣 有暖氣 什麼車我都沒關係 齁 那可能就是 站在一個經濟的角度下去看的話 那你就找這種日本的 日系的車 然後路上很多的去買就對了 或者是說你從這一堆裡面 選一台自己最喜歡的樣子 好不好 氣囊齁 一般公用說火藥的年限 有些說在十年 可是通常我覺得以我們的 不要說以我們的經驗啦 我們其實也只能去看說這個氣囊燈 他有沒有故障碼出現 那如果說今天車子年份久了 那他的氣囊燈是正常 有一些是二手車商拿掉那個氣囊燈 或是跟別的燈泡做並聯 那你如果說真的 在沒有氣囊燈沒有亮起故障的狀況之下 我們應該都要試氣囊是好的 而且坦白說我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賣中午車到現在 我還沒有遇到一個真正的客戶 他真的去原廠換火藥包這件事 我坦白說我還沒有遇過 那你說有沒有遇過十五年二十年的車子啊 撞到氣囊爆也有 還是有還是爆 所以我覺得這倒沒有 我覺得沒有很一定的答案 但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看氣囊燈正不正常 如果氣囊燈是會正常的偵測 沒問題以後 你開紅火燈會全部亮一次嘛 全部偵測完會熄滅對不對 那如果他這個動作有正常的啟動 有偵測也沒有故障 消掉了 那我們就要認為他是OK 沒問題好不好 剛出社會年輕人跑業務開頭 提爾拉建議嗎 建議OK啊 但是如果你可以開一些 Vios Artists 我覺得你會更存得了錢 因為提爾拉畢竟他年紀大了 提爾拉還是有一些小小問題 例如說他的變速箱 如果里程高了還是會有點問題 那提爾拉又會有一些 水箱啊或者是拉水溫啊 然後那個烤鵝啊 反正我覺得坦白講 你以老車來講 日系車的問題還是相對是少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案例好不好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昨天的砸車買新車變成二手車 5萬的貨物稅補助也遭道理 這個大概就是講說 反正你要買新車 但是你沒有救換新的錢 那他用一個人頭帳戶 他名下有很多的報廢車 然後來補助5萬 然後5萬他領走了 沒有給你 那你買到車之後 瞬間就是二手車了 大概就是這樣 你們應該知道這個吧 還有他們用那個保險嗎 汽車那個失竊 來報這個失竊險 他這個大概是這樣講 假設一台新車是90萬 那你跟我買車對不對 那我手頭上有很多人頭 就是他名下有報廢車的人 你跟我買90萬新車 結果呢 我先把這個新車 用人頭的名義先領牌了 領牌之後他有報廢車 所以他可以去申請5萬的救換新補助 申請下來之後他這個車再過戶給 買新車的這個客人 那買新車的客人並不知道 並不知道他買的 他簽到的這一台新車 其實已經在前面被過過一手 領過這個5萬塊錢的 這個政府救換新補助的錢 所以你以為你買到的新車 那你很開心你就開走 事實上這5萬已經被他們拿走了 那有一些是消費者知情的狀況之下 比如說消費者希望一直殺價一直殺價 他又沒有救車可以救換新 那業務員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業務 不好意思我不能講業務 反正這個賣他車的人呢 就跟這個車主講 不然這樣啦 我有人頭啦 你一直殺 殺到最底了 我也沒辦法了 那我有個人頭 那我就先幫你領他的名字 對不對 那你可以便宜2萬 因為政府會補助5萬 那我退2萬給你 那你等於又多便宜2萬 那3萬這個人要賺走 那其實我跟這個人要拆走 那2萬你就更便宜2萬 因為這個前 昨天前天有很多網友有貼給我這個新聞 那第二個是謊報失竊險的部分 第二個是謊報失竊險的部分 失竊險怎麼謊報 一樣找人頭買了新車 假設這台新車我買70萬 但是呢他會想辦法 把發票弄高 就是報價買的價錢報高 比如說他報成我買80萬 然後他去保這個失竊險 保失竊險 失竊險就是什麼 丟車賠車 丟車賠車 丟了就賠80萬 因為他報高了 他實際買70 報80 用配備加什麼 反正就是報到80萬 失竊險80萬 然後呢 找機會來把這台車弄不見 然後去報失竊 那這個車弄不見的時候 其實已經開去 我是知情的狀況之下 這個已經到那個工廠裡面已經分解 分解了 不管材料是拿來備用還是外銷 不管反正整台車已經被拆解掉了 那拆解的部分 車殼可以拿錢 然後我去報失竊之後呢 保險公司還會賠我們80萬 當初保的失竊險80萬 所以等於說什麼 我一台車開了一陣子 開了半年開了三個月 把他弄丟了 故意弄丟的 然後我可以拿到 保險公司的 失竊險的錢 還有這個零件賣給 沙漏廠的錢 那我就有一筆錢 大概就這個意思 通常啊 有聽說啦 你一個人的名下 你大概只做一次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第二次 你這個車主你買車 又報失竊 那第二次就很容易 這個引起保險公司 跟警方的注意跟懷疑 為什麼你的車老是會不見 為什麼你的車老是會被幹走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這個聽說都只能做一次 你一個人的名下幾乎你只能做一次 我有聽說一個真實的案例 十多年前哦 有一陣子不是很流行 那個叫做 Lancer 三台一百萬 我不知道 可能有點年紀的人會聽過 那時候 Global Lancer 三台一百萬 三台一百萬等一台三十幾萬 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其實三台 三台一百萬是搭配到 是搭配到 一些這個抽獎活動 你知道有一些抽獎活動是怎麼弄的 比如說我要辦一個抽獎 我要抽出三台汽車 那我是這個主辦單位 我會去跟這個原廠談 說 比如說我一次要三台 那一台是多少錢 那談好 比如說價格就是 一台就三十幾萬 買一台三十幾萬的Global Lancer 然後呢 回來之後 保失竊險 那因為那台車 當時的定價還有六十幾萬 所以你雖然你買三十幾萬 但是 你竊到險可以保六十幾萬 懂 到這邊懂吧 其實我實際買三十幾萬 因為我去談價錢 但是我失竊險可以保六十幾萬 然後我就保失竊險 然後我就保失竊險 我開了快一年 保險塊到期的前一個月好了 那我就開始聯繫 說 欸我這個車我想要把它弄不見 那就會有人說 好 約好了 你什麼時候 幾點哪一天的晚上 你就這個車停在哪個地方 那先前你要使看是要先 用什麼方式先交給我備用鑰匙 好 都講好了 那某一天 這個約定的時間到了 下班回家就停在指定的地點 你就走了 然後隔天來你的車就被開走 就不見了 然後你就要去警察局報案 說我的車昨天晚上被幹了 我晚上回來停在哪裡 早上起來不見了 那時候坦白說 攝影機還沒有那麼多 然後你就可以報完案之後 你就可以去報 跟保險公司報 我的車不見了 我要賠失竊險 我要賠錢 要賠六十幾萬 然後呢 車台的部分 車台 車子那個零件的部分 你還可以拿到一筆錢 我記得大約是在四分之一左右的價格 四分之一左右的價格 好 你還可以拿到一筆零件的費用 然後 保險公司在賠你車價的部分 那你就等於開了快一年的車 然後你還有錢拿 可是我講過 大概就只有一次的機會 而且第二個就是 你入手的價格 一定要低於定價很多 你買九十萬去報九十萬失竊險 就沒意義 有一些那時候冷門車 定價一百萬 你七十萬就買得到 比如說雷諾 當時的雷諾 他有一些車種 定價九十萬 你七十萬就可以買到 所以 你這樣才能怎麼樣 七十萬入手 保險保九十萬 賠的才會多 然後零件 又可以賣更多錢 大陸連人違規幾次被扣幾分 欸 我講到這個台灣到底 現在的駕照有沒有扣分制度啊 好像沒有對不對 欸我講真的 我還蠻支持這個 我覺得台灣一定要這樣 你就是 比如說 一年內你被扣了幾點 你就是媽不准開車 掉 掉扣你的駕照 處罰嘛 對比如說酒駕 抓到一次就是媽 就一定是扣 現在好像 只有酒駕會扣 危險駕駛是扣牌 還是扣駕照 好像超速超過三十公里以上 危險駕駛好像也有扣駕照 對啊 我覺得為什麼沒有在執 我覺得應該要執行啊 你就 媽你不准開車啊 你一直在違規 對不對 停車 停車一次扣幾點 違規停車罰單扣幾點 闖紅燈一次記幾點 阿媽 再來就把你駕照掉扣而已 阿記點 記點 對啊我覺得應該要這樣扣嘛 對不對 你是三保什麼媽的 你就是不准開車啊 真的啦我覺得 我是還蠻推行的 但我覺得 人非聖賢 俗能 無什麼 無過 齁 新鮮打狗 優勢醜 腳步打差 誰人無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記點的方式 要發表大改款 現行款 二手車會不會再下修 我跟你講 要看他改得好不好 其實就很簡單 他如果改得不好的話 反而二手會漲價 他如果改得好的話 穩跌價的 你上個CVT有信心嗎 CVT齁 你上CVT我修過 坦白說我修過一台TNR而已 目前看起來是 我覺得是還可以接受 而且其實修不貴 那我坦白說 DSG的問題是在於說 DSG修起來真的是蠻貴 但你如果說一些 因為CVT這個 這個一些鋼帶的問題啊 齒輪的問題啊 其實我覺得台灣民間的 民衆廠 變速箱廠 其實這個技術 都有到達這個水平 那但是DSG我坦白說 沒有那麼多工廠會 這是真的 有還是有人會 但是沒有CVT這麼多 因為CVT出久了 基本上裡面的鋼帶啊 什麼那些 我覺得他們的研究 都是算蠻透徹 所以我覺得CVT 就算他出問題 我們也是在我們可以承擔的範圍 而且出問題的頻率 倒不至於有想像中這麼高 浮世外廠很好找零件 我跟你講這個常分享齁 VH系統 你只要對岸大陸有在賣的車子 零件不會難找 那剛剛有人說370Z這台車有什麼毛病 我們撇開一些正常的耗材來講的話 比較多的就是一些電子零件 電子儀器 海洋感知器 凸輪軸感知器 曲軸感知器 這一種電子感應元件 我覺得VQ系列的引擎比較常發生 現在跳入業務很容易被擠垮嗎 本身很喜歡車 看你的年紀啊 看你的年紀啊 而且我坦白說 如果你年紀已經到一個程度 你有家壘 你有每個月必須要負擔一些經濟壓力 你現在跳到業務其實會比較辛苦 因為你需要學習的時間 好啦那時間差不多了好不好 今天跟大家也是聊得很開心 今天就 大家晚安